吉尔纳再次来找阿祖法麻烦了 这次他带来了一些空心砖块 声称这是为了帮助建设房子 但他的真实意图却令人担忧 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为自己和妈妈在这里未来的居住创造条件 面对这种情况 阿祖法该如何应对呢 欢迎朋友们来到康特和阿祖法的日常生活记录 阿祖法还得照顾一下阿斯曼 小凯撒已经睡着了 这几天阿祖法心情也非常的低落 他每天都担心妈妈和吉尔纳会过来找他麻烦 还好有两个孩子陪着他 也是他坚持下去的动力 阿祖法将阿斯曼放到窑床上 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辆货车 没想到是吉尔纳来了 吉尔纳让小伙将车倒到房子这边来 没想到今天小伙也来了 吉尔纳说他主要是送一些砖块过来的 上次你们缺少建设材料 阿祖法问小伙你来这里做什么 小伙说是康特的妈妈要求他来送砖块的 阿祖法让小伙拿着这些砖块赶紧走人 这里不需要你们的帮忙 阿祖法跟小伙和吉尔纳吵了起来 吉尔纳现在对阿祖法也不留情 如今康特的妈妈将注意力转向了阿祖法的房子 今天让吉尔纳送来一些空心砖块 声称是为了帮忙 然而阿祖法对这份好意感到十分不安 他深知如果接受了这些建材 将来康特的妈妈很可能会以此为由 要求他和吉尔纳一起搬进来居住 面对这种情况 阿祖法果断地要求吉尔纳将这些空心砖块全部带走 他明确表示自己不需要这些建材 也不希望接受这种形式的帮助 然而吉尔纳却坚持认为 这些砖块是给康特的与阿祖法无关 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 阿祖法无权干涉这件事 此时的阿祖法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 康特不在家 他独自面对着固执的吉尔纳和小伙 感到既无奈又焦虑 即便现场有摄影师在场 他也无法直接介入这种家庭纠纷 只能等康特回来 到时候让康特说服他们 此时的阿祖法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只想小伙和吉尔纳赶紧离开这里 小伙还是坚持把车子上的空心砖块 阿祖法也不停地阻止 如今 康特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困境 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妥善处理与妈妈之间的问题 康特非常了解自己母亲的性格 他是一个固执而坚持己见的人 绝不会轻易放弃或改变自己的想法 即使将妈妈赶走 他日后很可能会再次回来 继续干扰他们的生活 尤其是找阿祖法的麻烦 妈妈对阿祖法的不满由来已久 这种矛盾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 之前 康特不允许妈妈看望阿斯曼 也拒绝让妈妈参与凯撒的生日庆祝活动 这些决定无疑加深了妈妈对阿祖法的不满 像妈妈这样的性格 怎么可能会轻易就此罢休 阿祖法也没有办法 只能先把这些砖块放在这里 到时候等康特回来处理 其实康特的处境确实非常难 一边是自己深爱的妻子阿祖法 另一边是将她抚养长大的亲生母亲 这种情况下 康特感到无所失从 不知如何才能妥善处理 这个复杂的家庭问题 妈妈之前对阿祖法所做的那些事情 无疑给康特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困扰 尽管康特明白那些行为是不可原谅的 但作为一个儿子 毕竟是妈妈含辛茹苦地将她抚养长大 给予了她生命和养育之恩 不管发生什么 康特都无法完全切断 与母亲之间的血缘关系 这种深厚的亲情扭带 让她在面对当前的困境十倍感煎熬 与此同时 康特也深深明白 自己对妻子和孩子们的责任 他迫切地想要为阿祖法 营造一个安稳的家庭风景 也希望能够为孩子们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和成长环境 然而现实情况却不仅如人意 他急切地希望能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 既能照顾到母亲的需求 又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小家庭 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 吉尔纳让小伙先回去 你明天还得去上班 吉尔纳说 到时候这房子 他必须过来居住 小伙 让吉尔纳不要怕 明天我们还要来 阿祖法让小伙和吉尔纳赶紧滚 这里不欢迎你们 此时的阿祖法非常的难受 不知道现在怎么办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